主席 结果还发生就是这些 这个工人 他必须要去 静坐绝食 那即使呢 刚刚主委一直从早上到下午 也一直在讲说 这事就是你们是依法行政 然后呢所以你们能够做的 就是你们非要诉讼不可 因为否则你们会变成是怠惰 所以你们能够做的就是用 补贴的方式 然后呢在这诉讼上和解 那当然这里呢 我想这整个事件其实已经拖这么久了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 当然你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是依法 然后呢当初就是依照这个契约的这个约定 就是你们这所谓的官场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款的这个办法 然后呢也就跟他们签了这个所谓的官场失业劳工 这个促进就业贷款契约 所以你们现在就一直依照这个契约来跟他们求偿 那一直在这个契约里面再转不出来 那我们要去看说在解释契约的时候 是要去探讨当时就当事人的争议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在当年86年还是87年 当然签这个约是在86年签的 所以在当年为什么要签这个约 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这个官场 这个联府他们官场了 那他们官场的通常我们在这整个一个制度的设计里面 其实雇主是应该要帮劳工去提拨这所谓的资遣费 还有这个退休金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这些的雇主都有依法提拨的话 这些的工人也不需要去握鬼 不需要这样的激烈的抗争 因为本来就有一笔钱可以给他们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提拨 那没有去提拨依照法律上的规定 也有就是老委会的检察员要去检查 对不对 而且要去督促甚至要去处罚他们 而且他们如果还是不提拨 还可以去罚他们 但是因为老委会在当时的这个检查制度 检察员完全的疏失 甚至怠惰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们也很清楚 在87年的时候呢 监察院呢 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监察的一个 这个调查的一个意见 甚至我不晓得你们当时有没有被纠正 或是被弹劾 那依照87年的监察院的这个 这个调查报告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雇主每个月都应该要提拨 这些退休的准备金 然后呢 专户储存 然后呢 如果事业单位没有依法去 依这个规定去提拨的话 当地主管机关要依照同法 97条的规定去处罚 处罚款 然后除了罚款之后 还没有改善的要去处罚 可是呢 因为你们这些老委会的 这些的 或是检察员的这个书是待遇 依照呢 这个明显的待呼 劳动基准法第72条 及劳工退休准备金提拨 及管理办法第10条 的这个职责 所以呢他要你们去确实的改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整个事件的源起 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老委会的检察员 他应该去检察 应该要去处罚 然后完全都待呼 指手 没有去做 所以才造成这个 当这个 这个雇主 然后呢 他今天呢 怎么样倒闭跑掉了之后 那因为他没有提拨这些的退休金 跟这些的资减费 造成一堆的人 偶偶逮捕 没有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责任政治 今天的老委 当时的老委会 是不是应该要出来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是不是 如果今天你是 如果您是当时的老委会主委 你要不要跳出来解决问题 应该要解决问题 应该要解决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老委会的主委呢 他就跳出来解决问题 当然他那时候呢 自己去颁布了一个 官厂 这个官厂 歇业失业 劳工的这个 这个贷款的这个办法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他要去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他自己 代呼指手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烂摊子 对不对 所以今天面对这些的人 谁欠钱 不是这些的员工欠钱 是那个雇主搞烂摊子 然后是这些的检查员 应该去检查 没有去检查 所以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烂摊子 谁应该负责 政府应该负责 对不对 好 今天政府应该负责 所以呢 依照你们上面写的 依照就业服务法 第24条 好 当然依照就业服务法 第24条 就是今天的这些的 工人怎么样失业了 然后也领不到钱了 也没有资钱费 也没有退休金 所以你们要去促进他的就业 OK 所以你们去动用了 这所谓就业安定基金 对不对 应用办法 好 那依照就业服务法的 第24条的规定呢 其实我们来看看他的规定 他的规定就是说 好 今天主管机关 对下列自愿就业人员 应订定计划 致力促进其就业 必要使得发给相关今天 或补助金 然后呢 上面的这所谓的 这几款里面 其中有一个 其他进中央主管机关 认为有必要者 然后呢 当然这个计划要去检讨等等 所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 好 就业服务法24条 就是说今天你去政府机关 你今天走的烂摊子 然后你要去促进这些人就业 所以呢 你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所以你用的就业服务法出来 要去促进他们的就业 所以呢 这时候怎么样 你的一个措施是什么 那当然在这 这个八十 这个七十 八十六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就业服务法的24条 没有讲说必要使得发给相关津贴及补助金 但是呢 他里面有说中央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者 他可以依照就业服务法 订定计划去促进他的就业 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就业 而是在于说今天有一群人 他因为老检员的待乎职守 让他们拿不到资减费 也拿不到退休金 所以呢 你已经找不到其他的法可以用了 所以就用24条说 好那我来促进你就业 所以我来拨一笔钱给你们 先至少安定他们怎么样 就业安定 先让他们安定下来嘛 所以这笔钱 怎么有可能是贷款 他本来就是应该属于津贴 或是补助金的性质嘛 因为你政府机关的疏失 然后造成这个雇主跑掉 没有钱啊 安定这些的人 所以今天一方面要安定这些人的生活 一方面要促进他们的就业 所以你应该给他们一笔钱 这笔钱怎么会是说 政府我今天变成 我跟你的私人的借贷 所以呢当时呢 政府呢 弄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贷款办法 这办法就像今天早上 所有的委员都要一直质询 这办法用过几次 就只用在这些的所谓的 这个官场的工人 就在86年 87年 就用过 就是为了这个事件来制定的 那后来法律就修改了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们去探讨 这整个一个 就是当事人当时定的这个契约 说实在的 今天这些的工人 为什么会那么的愤怒 这些劳工 他们有的连适智都不适智 你拿了一个地形化契约给他们去签 我说政府质人 狗狗就行的 你拿了一个这样一个地形化契约里面 密密麻麻 给他们签你 哦大家 跟他讲的是一套 政府要出钱 政府会去找那些的雇主 对不对 这些的资方呢 去跟他们求偿 所以呢政府呢 怎么样 先给你们一笔钱 先给你们安定 所以大家就不再握鬼 大家就安定了全部 然后呢你们就说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们老委会 你们的职讯局能够办理贷款业务吗 我不晓得这是你们的职权吗 可不可以办理贷款 他们是委托 好像是华南银行这 所以就表示说贷款业务不是你们的职长吗 对不对 副主委 那个局长 局长 跟委员当时 当时呢 老委会呢 依据刚委员所提到的 制定一个要点 那我们是依照这个要点呢 来进行这些贷款 我知道啊 现在是负责救援基金的管理 现在就是所有的问题就出在你们那个要点嘛 那个要点只是一个行政命令嘛 你们那个行政命令就是 第一个你们是你们要负责的 其实这是一个工法上的给付你们的义务 结果你们的义务不做 然后就弄了一个什么都不像的一个要点出来 然后那个要点就把它变成是一个私契约 变成是这些的员工 然后你们委托华南银行 叫华南银行去跟他们订约 可是华南银行又是你们的代理人 华南银行也不是主体 主体又是你们的这个老委会 你们的职讯局 我要问你们嘛 你们职讯局可以办理贷款的业务吗 因为华南银行是代理人哦 所以本人是你们职讯局哦 你们职讯局可以办理贷款业务吗 我们职讯局呢 我们有些业务呢 是为了要鼓励这个失业者创业 对啊 所有人都有办理贷款的业务 那是只有创业贷款啊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你们有贷款 你们可以说我今天可以对一般的人民贷款 或是我今天我今天就设立失业银行 然后呢就给老公贷款可以吗 所以刚刚委员报告过就是依据 然后会当初订定的这一个 就跟你讲说那个办法有问题啊 你一直在跟我讲说依照那个办法 依照这个要点来办 就是你们的要点有问题 今天我要跟你探讨的就是这个要点嘛 当你这个从源头不去解决的话 你们今天再提出什么样的方案都没有用 因为所有的源头就是要去看说 当时定那个合约 定你们叫人家去签了那个契约 那个契约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解决你们所捅出来的烂摊子 那个烂摊子就是你们应该去检查 没有检查让雇主跑掉了 他应该提拨的这些的支检费跟这个退休金 他没有提拨 所以这个部分本来就他没有提拨是你们的过失 所以政府本来就要自己承担起责任 结果政府不承担责任 然后呢去找了华乃银行 然后跟他们订约 然后华乃银行说 环境紧了一条委会出来 所以没关系啊 然后弄了一个定型化契约 跟这边是都去签理 然后这些老百姓很多人根本不适自 然后也可以 那你知道说好 如果今天我们回到说 这件事就是一个私人借贷的一个贷款契约 今天请问你今天老委会用你的时讯局的钱 去借贷给劳工 你可以这么的大方说保证人 你轻轻找一个人来签你就好 八十八个也不带你的人 他也听到做保证人 做连贷保证人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说 这整个一个贷款契约 是完全违反一般的贷款的这些的原则 如果要追究 我们的所有的人民也可以去追究 你们老委会职讯局 你们浪费公帑完全没有把关 随随便便的把国家的钱 人民的血汗钱 就贷款给这些的劳工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 你们从这个 不管是你们应该去检查的这个部分 你们要检查捅出了一个烂摊子 我们从你们自己讲的是私契约 你们也捅出另外一个烂摊子 因为你们毫无审核 而且呢是毫无保管 把人民的所有的纳税钱 就这样子随便贷款给一般的人 完全没有审核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是错的 那今天呢到这样一个程度 当时的确你们也让这些的工人 回到自己的自己的家里 回到自己的这个职业上去 然后呢安定了二十年 结果现在你们又拿了一个很烂的契约出来 好你们开始依法行政 开始依法追讨 今天呢当然呢怎么样 你们刚开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追讨 因为你们用的就是支付命令 支付命令法院根本就不用介入 一般的人小老百姓他们不懂法律 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要去 对不对他要去议议 然后大家看看 你贷款七月天后的事 你贷款你都要贷钱 所以呢谁知道说 这些意义也没差 所以就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烂摊子 那今天烂摊子 全部的源头就在你们老委会 你们应该进的职守没有进 那你们今天不应该承担起责任吗 所以呢今天早上已经通过我们的决议 就是要求所有的这些 便需要怎么样 所有的诉讼你们必须要去撤回 而且你们一直在讲说 那这样不公平 人家有等真的还钱 当然那今天一些善良小老百姓 他们的 又跟这个 这专业 也是要怎么样 也是要去还钱 人家很善良啊 那这些人怎么样 因为你们不当得利 本来就是政府应该付的钱 你们不付把它转嫁给老公 又说是私契约 然后更是收钱 这钱怎么样 全部都要还回去 国家不是没有钱 你去看那些大企业 经过一个调节 就可以把钱就这样出去了 就OK 对不对 所以今天政府不是没钱 只是政府肯不肯 站在这些老公的立场去讲话 肯不肯把钱吐出来 所以请你们依照今天早上 我们通过的决议 好好的去处理 不要在那里绕着这个所谓的什么契约 契约本身的源头 就是你们老委会应该负的责任 它本身就是一个公法上的一个行政责任 而不是一般的私人的贷款的企业 谢谢 好谢谢余委员 愿我请教 请教你 那所有的劳工可不可以告个劳委会 如果照你这样论述的话 对不对 他们是违法的嘛